我剛入行的時候還是菜鳥 有一個大哥很照顧我 有一天陸寒穎就說 要不要到我家 那因為這個大哥的 性向狀況我並不清楚 他就挑了一卷錄影帶出來 就給我 然後上面寫一個大 對 大小的大 對 然後就說你去看 然後我先去洗澡 然後我不敢放嘛 因為我看到那個牆壁上 就是很多A片這樣 結果每一會他洗完澡 就圍個圍巾就出來了 他比我還高 所以我那個角度剛好對著他的 差不多這個位置 你怎麼還不看 欸 越來越像喔 有點感覺 我剛入行的時候還是菜鳥 然後那時候會常常 剛入行誰不是菜鳥 剛入行的時候就是一位資深的大部分 剛入行的時候我已經很資深 有的人一入行就很紅啊 對 但那時候我就是膽子又小 然後在綜藝節目上不太敢表現嘛 有一個大哥很照顧我 有一天陸寒穎就說 要不要到我家 然後就約你一個人了 就一個人 對 然後我不以為意 那因為這個大哥的 姓像狀況我並不清楚 天啊 對 然後他那時候 是比較模糊的 姓像的那種嗎 不好說 不好判斷 才去我就看他客廳 有一台很大的電視 然後一個沙發 小小的區域 然後一面牆全部都是 放書跟錄影袋 那時候是VHS 對 他就挑了一卷錄影袋出來 就給我 然後上面寫一個大 大 對 大小的大 對 然後就說你去看 然後我先去洗澡 哇 天啊好明顯 我這麼可怕 他就去洗澡 然後我 不敢放嘛 因為我看到那個牆壁上 什麼都是什麼校長總愛走後門 喔喔 公平的醫生 俏護士 哥哥爸爸不是人 對對對 就是很多A片這樣子 然後當然又有一些書 結果每一會兒他洗完澡 就圍個圍巾就出來 哇靠 對對對 他走出來 他這個角度 他站著 他比我還高 就我那個角度剛好對著他的 差不多這個位置 就整個很尷尬 尷尬了一段時間之後 你怎麼還不看 欸 你這樣一直喜歡 越來越像喔 有點感覺喔 原來是他喔 他就拿出去放 就一放那個錄影袋出來 是自尊大爆笑 大是大爆笑 對 就你知道嗎 他就教我說 你看那個自尊劍 這個什麼什麼摔倒什麼 然後這個兩個人的默契 然後在討論 然後過一會兒又放了十字入口 他講說你來上節目的時候 這個地方這個話接得太快 這句話哏不錯很漂亮 這樣 我不方便你講是誰 因為他講的話 他教一下助詠格 那不入口啦 那他講話會慢嗎 不會慢 他講話很慢 他就好像一個兒子一個男兒子 沒有錯 我不能再提供其他的資訊了 真的不要這樣 他平常很健康 很健康 很健康的 要講話 你們這個長期咧 他長得很像黃燈輝啦 因為我生日他還跟我唱HAPPY FAST 因為沒有 後來我才發現 因為那個時候我剛入行 然後他其實入行沒多久 然後那時候還沒有傳過什麼 北文他跟誰在一起 然後因為他旁邊都是飛哥 瓜哥都是大哥 然後我也不知道他到底 信箱是怎樣 還有一個關鍵 他留長頭髮 對 對那時候 然後他都穿緊身褲 對 他緊身褲都會形狀很 而且他長髮還要燙卷 對啊 那個樣子就是一個 長得比較不好看的齊勤 哈哈哈哈 比較長愛的齊勤 這個時候的他 你拿齊勤跟他比會不會很奇怪啊 好不好 哎唷 他是一個長得比較年輕的 五棍阿伯 哈哈哈哈 合理合理 哈哈哈哈 然後三出情緒的補充 對 五棍堆卡卡加入零食 用不同方式看新聞 謝謝你 看超人次VTuber爆新聞 我要有點說說 直播線上即時互動 輕鬆有趣多元內容 3月16號起 每週六晚間9點 子午計畫VTubers 再三立新聞網